高雄發大財這五個字 應該變成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的座右銘了吧 老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那麼如今他進到議會被詢的時候 就有議員問到他 最近很紅的這個議題 自經區 高雄如果真的要成立一個自經區的話 那請問市長您要怎麼做呢 結果韓國瑜就不停的跳針 說就要發大財啊 那現在議員又問 我知道要發大財 但是具體的方案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內容可以告訴我們 好但是呢 市長還是不停的跳針 讓這個議員忍不住翻白眼 你要建立保稅倉庫 是因為高雄沒有 所以你要積極爭取是嗎 我們現在的需求超過這個 好不好 什麼意思 所以是你覺得現在有沒有嘛 韓國瑜 我們會把整個白紙黑色縮帖 很快送給議會參考好不好 韓市長到議會被詢 被問到自經區細節 具體上要什麼嘛 當然是高雄要什麼 高雄要發財啊 對不對 天啊 市長 要你們知道我們都要發財 但是具體上你要開放什麼東西 什麼項目 或者是說現在有什麼限制 你要現在告訴我啊 我們想知道的是這個 不是說高雄要發財這麼簡單 就可以胡亂過去 總目標是高雄要發財 這個都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希望往高雄發大獎的目標 那具體上你要說什麼啊 這是其中之一好不好 天啊 正面議員黃潔就白眼到翻到後腦勺了 自經區等於發大財 市長你真的懂自經區嗎 當然有概念怎麼會沒有呢 那為什麼我剛剛問的問題你一個都回答不出來 我們只是想知道具體上自經區包含什麼內容 我們可以知道哪些人可以進來 哪些品項或者是說哪些產業會進到這個自經區 跟原本的差別是什麼 跳針式的回答 但自經區的具體細項 就算看了小抄還是一樣都答不出來 這兩天 總目標當成高雄發大財 所以你的自經區就等於高雄發大財 沒有任何實質的內容 自貿區是只是其中之一個途徑 我們還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就是想知道這個部分嗎 民眾想知道就是你所謂的自經區自貿區內容是什麼 但是你現在一項都回答不出來 我怎麼叫一項都沒回答出來 你回答了什麼 我拒絕了 我已經講過了 所有的不只光過去這個概念 我們是希望把高雄的需求彈出來 那你就告訴我現在高雄自港區 哪些限制讓你們覺得被捆綁 韓市長靠發大財口號走天下 議員黃捷可不吃這一招 那具體上要什麼嗎 當然是高雄要什麼 高雄要發財啊對不對 實在難保這名議員不會再翻白眼 三立圈連貫追來不想高雄報導 因為質詢韓國瑜就翻了一個少女式的白眼 這一位呢 她就是時代力量高雄市議員黃捷 現在變成新一代的網路女神囉 還有人說這高家瑜的位置恐怕不保了 其實她的年紀才26歲 蠻年輕的 比韓國瑜的女兒韓冰大沒幾歲 熊中熊女畢業之後 她還到台大去念了雙學士學位 然後呢也曾經當過記者 去年首度出征議員選舉就當選 不過她說她其實也只是一個普通的高雄女生 也不是正二代 只是因為翻白眼而爆紅 她也很意外 翻個白眼 就是這經典少女白眼 讓時代力量高雄市議員黃捷 成為網路熱搜女神 諮詢影片短短18小時 就有超過80萬觀看次數 被封為新一代白眼女神 她自己笑得頗尷尬 沒有辦法再談下去的時候 才會收不了 然後就翻個白眼這樣子 受訪同時 她又翻了個白眼 翻得又夠自然 也讓人注意她一雙超大眼睛 黃捷今年26歲高中時 就是個眼睛水汪汪的小美女 大學畢業照的全家福 哇 旁邊的妹妹也超美的 姐妹一個仙瘦帶仙器 一個可愛甜美 她大學組團唱歌的影片 也被挖出來 真是甜到新卡裡了 黃捷有台大雙學士學位 研究所那一半休學跑去當環境 政治嫌棄者 2018年首度出征選議員 以18420票當選 有議會小清新外號的她 問政風格讓人印象深刻 黃捷這一次因為翻白眼意外爆紅 也讓台北市議員高嘉瑜臉書發文 哎呀 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北嘉瑜 南黃捷 女神問政 專業甜美大比拼 三星位黃啟超古福先生高雄報導 不會啦 黃捷是高雄女神 那高嘉瑜是港湖女神 北高各占據一方啦 那其實說到了高嘉瑜 過去他曾經多次秀他的歌喉 不過常常被說 哇 你還是不要唱歌好了 可是他對自己的歌聲很有信心 甚至還上這個博恩夜夜秀 要跟主持人PK 我們帶大家來聽聽他的歌聲到底如何 在街口高聲唱歌 就是這段影片高嘉瑜被知名的 政治網紅主持人評為 聽死了 但是 但是因為嘉瑜很可愛 所以博恩覺得沒關係 被說南天死了 但這句話聽在高嘉瑜的額裡 可沒有這麼服氣 有時候 有時候 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 相聚離開都有時候 沒有什麼會用吹不朽 請讓嗓音好好聽 再來挑戰天后張惠美的歌 故事情節掉了 主角對白掉了 該屬於劇中的對 對角戲也掉了 雖然音有點飄 但唱起天后的歌也沒有再怕 不過下一秒 曾經唱過的歌 分享過的小聲 還是有點走音 在心中不斷拉 大概是這樣啦 好不好 就算走音也是很可愛 唱起王妃 蔡依麟 張惠美的歌 通通都可以 接下來也受邀上網紅節目 要跟博恩PK歌喉 港湖女神高嘉瑜 可是線性十足 我唱歌那個阿公阿嬤都說超好聽 我每次唱阿公阿嬤都說 你這個沒手 手皮很怕爽 三新聞李文盛李慧 台北報導 說是要為了拼經濟 所以高雄市長韓國瑜 拋出了要在高雄 成立自經區的議題 很多國民黨立委跟著呼應 不過館長陳之翰 跳出來痛批 說這個根本是 禍國殃民的賣國條款 到底是要救大陸 還是要救台灣呢 痛批2020 絕對不會投給國民黨 韓國瑜在高雄 要建一個自經區 那現在藍營立委 已經在闖關了 那我個人非常反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會霍國殃民 痛罵霍國殃民 館長陳之翰炮轟的對象 是他過去曾經合體 也公開力挺的韓國瑜 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 會讓高雄的經濟 整個脫胎換國往前衝 跟大家了解 自經區是一個多麼愚蠢 多麼可怕 會摧毀台灣經濟的 一個最可怕的東西 這不要連到一個極限 賣國賣到一個 連我們台灣的老命 都要賣給人家 韓國瑜要退高雄 成為自由經濟貿易區 是為了大幅鬆綁法規 開放中資企業設點 不過在自經區內生產的物品 不管怎麼樣都會掛上MIT 館長擔心中國製造的產品 經過自經區洗產地 衝擊的是台灣的農業和傳統產業 我全面抵制你國民黨的立委 你們最近在做的事情 真的太壞了 我這看不下去 我不是民進黨 但是你們那個實在太壞了 韓國瑜喊著自經區的口號 被國發會打臉 高雄早就是自由貿易港區 享有免關稅優惠 韓國瑜天馬行空拋議題 口號喊得用力 卻沒做功課 連深藍的館長也挺不下去 三立新聞 葛子岡 夜挺台北 參謀島